来来来 聊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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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兄贵姓啊 公公 李部侍郎 李时 李大人 李大人 我问你啊 宫里最近谁整事啊 这个孙太后 是不是不好使了 学生官小 不太清楚 这不小了吗 我看你们这个跑法啊 下一次说不定 还真就把太上皇的尸首 给运回去了 怎么办 公公 学生无知 请公公救命 给我们直条名路 这名路有啊 但你得告诉我 孙太后她是不是不好使了 这个 公公 现在这宫里面 我听说 皇上很尊重她 但是 好些事情 还得是 胡太妃说了算 他娘的 我就知道 李大人 我都说了这么多了 你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公公 不好意思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公公六步 我们想去见见太上皇 不然我们回去了 太后问起来 怕没法交代 太上皇 不认识 那边 看着了吗 往那边走 准备串 去吧 谢谢公公 徐先生 叫我名字即可 我是真心叫你徐先生的 受益良多啊 将来 来人了 好 就第一名 妈 好 皇上也好 三严还健忘吗 是 听说打算告老还乡了 那个 见了太师吗 臣等将国书递给了太师 这才过来向太上皇请安 他有说什么吗 太师说 让我们回去再核准一下 把金银不薄的数目确定了 想不到现在我这么不值钱了 行 先别说这个 让你们带的衣服带了吗 那个我跟徐先生的衣服都破了 也没有针线 还愣着干什么 脱啊